哈喽大家好,我是杨欣源 我现在正在努力的习惯定着一个黑点,也就是那个镜头跟大家讲话 现在我的坐标在英国威尔市的卡蒂夫 现在是2020年3月20号的早上8点半 我坐在我充满阳光,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房间里 给大家录视频 我前两天刚拿到了剑桥艺术学院的offer 虽然是conditional offer,但是意思就是 只要我把一些小的手续什么的都递交了 我就可以去那里上学了 然后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些家长,他们可能会好奇 比如说我的妈妈她就很好奇,请问你是怎么通过面试的 那么,正好我这两天有了LUVLOG的想法 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关于学校面试的琐事 我有做一些小笔记 今天的BGM比较奇妙 大家如果能听到的话 所以今天的视频我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分享我的两次面试经历 以及我是如何通过的 通过和准备 准备和通过 然后第二部分 我是会分享 关于录视频的我的更多的想法 我会经过昨天的探索 以及一些深思熟虑 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准备一个学校的面试 因为是学校的面试 其实所有的面试应该道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的话 我们当然首先是要确定具体的时间地点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做计划 我们有多长时间去准备我们要的面试 所有的资料材料 还有你自己要怎么样介绍你自己之类的都好 还有如果你要去面试学校的话 你必须特别的了解 你自己申请的那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安排 然后他们的特点 他们跟其他学校有哪些不一样 你千万别计算了 因为每个学校肯定都有自己的特点 你所以你去那个时候面试申请之前 你肯定要再过一遍他们的教学大纲 然后确定他们到底具体有什么 我好像有点废话 但是谁知道有些人会不会做这些事情呢 对于我来说 我就拿剑桥艺术学院来说 我的准备是 我会 research 我会调研 我会查 关于这个学校的 我的那个专业的详细的课程设置 以及 谁有可能会面试我 但是因为他会发不同的邮件 然后后来我就确切的知道了 谁会面试我 但是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老师的背景 好像不太跟我的专业有关系 然后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他会不会只是来 reception接一下我 但是面试是其他人之类的 然后我就没有调研他害多 但是我还是有稍微看一下他的背景 其次像我这种 我要去英语国家 我要 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 那我 调研的背景 不仅包括老师的喜好 老师的专业 老师的一切 我要看我要听他的口音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就会去想方设法的 看他有没有各种论坛 或者是发表过什么演讲 或者是他有什么采访 然后我还要看他写过什么文章 有过什么观点 他善于的领域是什么 他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我要清楚这个老师的口味 但是因为幸好我学的是剑桥 像剑桥的口音就是比较正统 比较posh 比较 应该是属于比较熟悉的那种 因为我们毕竟从小就 像我从小就学剑桥少儿英语 所以 英语的口音 我是其实我是去案里 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不需要我这么多担心 他不是说像什么 Liverpool那种 Scouts的口音 也不是说像 Manchester 或者是像我们在 Welsch accent 那种非常强的口音 他Cambridge 剑桥 就是一个非常正统的 我反正是听得懂的那种口音 我也没有刻意需要去怎么适应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点 当然你还要准备自我介绍 这很重要 自我介绍是 让一个人怎么样快速的理解你 我快速的认识你 你不能一下子给出你所有的信息 这样他可能就会对你失去兴趣 很多后面的问题 问起来就有点琐碎累赘废话 所以你要在给出适当信息的情况下 要清楚地表达你自己 就拿我自己举例 我当时是这样子介绍我自己的 Hello, my name is Yang Xing Yuan You can call me Vicky I was born in China And currently lives in Cardiff I'm a third year illustration student In Cardiff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My interest is telling story And creating images with mixed media My inspiration is always from Silhouette and movement 如果从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 Hello, my name is Yang Xing Yuan 你可以叫我的英文名Vicky 我在中国出生 现在生活在 Cardiff 我是 Cardiff城市大学第三年的插画学生 我感兴趣的方向是讲故事 还有用混合媒介来创作 我的灵感来源于动态 还有一些形状轮廓 我当时还有准备我感兴趣的主题 我感兴趣的主题是关于人性,关于道德,关于犯罪学,还有艺术疗愈 我当时都有准备这些 当然你看到的我这么顺畅,这么流利的讲出来的自我介绍 那是我经历了很多很多遍的练习 然后一直跟我的朋友讲 然后我的朋友会每次给到我反馈说 你刚才那段讲太短了 你刚才这段讲太长了 然后你这段 你不需要这样子去介绍自己 或者是说 你应该稍微cue到一下你是中国的背景 因为所有的你给到的信息点 都是要能够产生话题 让人家对你感发生兴趣 你要给 你要很清楚的给你的信息点 但不要给全 因为你坐在你对面的人是要跟你聊天的 你们要留出一点余地和空间去聊你的想法 所以适当的准备练习自我介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你要准备一些有可能的问题 首先你为什么想要来我们学校 你为什么想要来我们学校读我们的这个专业 你在研究生期间 或者说如果你是面试大面试本科的话 你在本科期间你有什么计划 你可以为我们学校带来什么 你最喜爱的艺术家是谁 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 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录取你 我们录取你的理由是什么 还有 在你的作品中 你有哪些是你最强的 或者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什么 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计划 你有什么样的野心和目标 当然我准 因为我准备了超级多的问题 这只是其中的一些我列下来的 例子 我当时被问到的问题都正好是 我有准备过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想要来我们学校 为什么想要来建小艺术学院 第二个问题是 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那这种时候你回答问题的 的那个理由 你当然不能 只是仅仅说 啊因为你们学校很有名 因为你学校很牛 B 之类的 你当然要 给出 你的 不一样的 跟那种世界上谁都知道的理由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的回答是 首先我听说你们建小艺术学院很厉害 是因为 目前现在在国内 在中国国内 比较牛的 市面上的一些儿童插画师 基本上都是毕业于你们学校 当然我说在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插画师 也有一些本地很优秀的插画师 我指的就是 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插画师 很多都是毕业于建小艺术学院 这是我第一次 就是知道你们学校是个很厉害的 其次 因为我面试的是书籍艺术 所以我当然会要讲一点跟 我的这个专业相关的 因为我面试的毕竟不是 他们最强的 儿童插画 而是书籍艺术 所以我讲的就是 在我 在我调研 关于艺术书的过程中 我有看到一本 艺术书的年鉴上面 他每一年都会提到 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可能会推荐一些 你可以在哪里学习 或者是哪里是 研究这个领域的 在英国的主要的方向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剑桥艺术学院 那这是我给到的理由 这意思就是 我不仅会听从别人的意见 就我给到信息点 可以显示 我会通过自己的调研 和自己的判断 去选择我想要的学校 然后还有 关于我的未来的计划 那我一直以来 我都会一直跟我的朋友讨论 或者是 我不知道别人认为 我说是真还是假也好 我会一直强调 我以后想要做独立出版 我想要做自己的艺术集团 艺术工坊 或者是说一个艺术综合体 我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设计艺术 社交网络 然后集合所有我手头上的资源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做些事情 我甚至提及了我可以做一个 我在中国的国内的中介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外国艺术家朋友们 如果他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 那么我是他们唯一的朋友 那他们可以直接找到我呀 我可以作为他们的中介 我可以把他们推广向这个市场 就我会讲很多 听起来貌似很远淡很梦幻的理由 目标和梦想 但其实都确实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也认为我一定能够做到 其实需要时间而已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准备你提的问题 因为他肯定会问你 啊关于我们是需要你有什么好奇的吗 你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吗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呢 我们当然要看他们所有的官网 把所有的细节 包括你要看他他一般会有一栏 叫做student life就是学校生活 你可以仔细的去看他们学校都有哪些活动 他们也会有一些学生的那些blog 就是学生的一些日记也好 他会po一些关于他们学生写的他们的经历 那你就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然后找找各种你感兴趣的点 比如说我找到的两个关于尖条艺术学院的点 就是他们有一项research facility 就是有一项有一个小的学校的项目叫做 叫做story lab故事实验室 那我喜欢storytelling了 我当然会去看一眼什么是story lab 然后我就会问详细的问 详细的问你这个是什么我们可以参与吗 他一般活动的形式是什么 是如此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不仅是一个创作图片的人 我还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 但是我的英语又没有说特别的好 毕竟英语不是我的第一语言 那我就会问他 你们有没有什么creative writing的课程 是针对我们插画师的 因为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其实是另外一个degree了 其实是另外一个研究生的课程了 那我还是会问到 我有没有机会去学习这个 我可不可以同时学习这个 或者是我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课程 虽然我不一定要拿他的那个degree 我不一定要拿他的毕业证书 但是我可不可以享受到学习他们这个方面的这个资源 那我就会问 所以我就问了这两个问题 然后他也非常详细的回答了我 那那我能够提问就说明 我是真的很想来他们学校 我是真的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 这展示了我强大的调研能力 以及我真的想要去他们学校的那种向往的迫切的心吧 当然除了准备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是艺术生 你有一个强大的portfolio 你有一个很强的作品集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面是我们作品集改天吧 然后你当然要聊你的作品集 聊你的想法展示你的可能性 展示你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你们不录取我只是你们的损失 当然这句坏事不能说出来的 然后其他事情当然就是你要提早去 你要像我就是提早去剑桥绕一圈 在城市走一圈看一眼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 我要确定是不是一个适合我 在那里生活学习的地方 我是不是喜欢那个城市环境 然后你要想你在建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你在你要去的那个城市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周围有什么资源 诸如此类的事情 然后其他事情就不用我讲啊 那些你要准备好 你要去面试之前准备好你想要的 什么文件啊身份证啊什么姓啊 那些该打印的那些资料你要准备好 然后你要穿什么衣服 女生你要有什么妆容 对于女生我要多说一点的就是 因为像我是一个非常知道什么场合 或者画什么样的妆的那种人 像我今天这种叫做运动妆 因为我今天想要稍微运动 我平时去健身房或者是 我平时出门运动的时候 我会稍微画一点蛋妆的话 我就会画这种看起来非常健康 非常阳光的妆 那如果我去夜店嗨的时候 那我当然是什么烟熏大农妆 那我去面试的时候 我也是要怎么样简单朴素 但是又保证你看起来很精神 然后我因为我去的艺术学院 那我当然要带我当时带的耳坠 是那两个大颜料耳坠 有的时候这些小细节你要是安排的好 它都可以成为你发展话题 或者是人家对你感兴趣 或者是觉得你是有意思的人的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我那天带着我的耳坠去博物馆的时候 就有小哥哥就说 啊我好喜欢你的耳坠呀 我说谢谢我也喜欢 或者是我那天去HB 随便买一个芦荟椒的时候 也会有路过的小姐姐就说 啊你的耳坠好特别哦之类的 就就拿这么简单的事情来讲 其实都是需要想的 你要怎么样把一些细节 安排在一种不经意之间 然后当然睡睡好睡好 然后放松自信微笑早点到 然后别人跟你讲什么东西的时候认真倾听 因为面试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你不仅是要表达你自己 你还要听对方 你还要回馈 然后你要反应特别快 大概就是这些啦 第二部分我要开始讲一些我关于Vlog的想法 因为昨天真的是一时兴起 然后把一个在脑海里想了很久的事情做出了实践 但我其实并没有去很仔细思考一些问题 但是我今天想了我以后可能会做的主题 还有有可能的发展方向 我以后可能会做的主题 当然是关于我留学生活的一些记录啊 关于我学习的一些感想 或者是关于我自己作品的一些分享 比如说作品的细节 或者是我在这个做这个项目中我学到了什么 或者是像今天这一种实用tips 就是用我的经历来给大家总结一些什么 或者是我的research的总结 我搜集到的信息的总结 因为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总结 那对别人也是一种分享 应该都是那种特定主题分享吧 然后第二点是关于字幕 我的想法我最开始想法是很庞大的 如果我想的是如果我想我讲中文 那我就会有英语的字幕 如果我讲英语那就会有中文字幕 但我经过我的研究 发现还有我看了很多vlog的视频 还有包括怎么做 怎么做的更好这类视频 我发现就是字幕是一个很麻烦 很繁琐的过程 并且我可能需要去学一些软件 但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经营这个事情 我也不是一个未来发展 要往博主方向走的人 所以 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够有看到视频的人 有看到视频的热心的小伙伴想要加入我 能够跟我一起合作帮我 我需要剪辑师和翻译 我需要的是剪辑和翻译 如果你们感兴趣 并且看不惯我这种讲话又快 又没有字幕的视频的话 你们想不想要加入我 欢迎加入我的站队 欢迎线上线下 线下就不要了 现在流感比较严重 病毒比较严重 我们可以 反正联系我 好吗 你可以什么都不会 但是愿意为了我学习 因为其实 学软件这些技术类的事情 都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我需要时间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时间去学什么PR 去学一些视频剪辑软件 那对于我来说太费时间了 然后 这是一个热心服务项目 因为 杨老板暂时没有这个钱给你开工 给你开工子 如果有的话我就请人了 我就不会这么弯了呢 你说是吧 但是 因为我有很多的ideas 我有很多想法想要实现 但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 我可能会止步在这里 就你看到的 我发出来的视频 一定是 一定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两天的努力 到现在为止 今天是第二天 两天的努力 发展而来的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水平也就到这里了 但是如果以后 就算我没有帮手 我相信 我也会把这些事情 做得越 越做越快 越做越好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有一个帮手 那么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了 其实我征集的就是 有没有人能够帮我运营啊 但是现在我没有工资的话 真的就是完全是志愿者 你真的可以什么都不会 但是愿意为了我学习 今天可能讲的会有一点乱 嗯 但是 我会把总结的点放在 文字放在旁边吧 还有 这真的是我第一支Vlog 如果你们有什么 想法 意见 还有可以升级的地方 我知道可以升级的地方 有很多 包括我的表述 还有所有的一切 但是 我会继续加油的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会定期po一些想分享的东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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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